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孙策这招很厉害呀 从袁树这儿借走了五千人马 大批粮草 他把刘瑶给杀得大败 收了好多文臣武将 得了六郡八十一周 好 现在这小伙子可了不得了 羽毛竟疯完了 回过头来 跟袁树啊 要预袭 凭什么给你 还给我 差点把这袁树给气得拥过去 轰过去啊 袁树一下 没想到我上这么个小娃娃的当 那孙策这是什么呀 他是小朋友啊 他这 那袁树眼里可不是就是个小孩吗 你说你 我的毛事都让他拐跑了 这七游子里 我还把预袭给你 你得把你五千人马还给我呀 还给我我也不能给你 那是什么东西 能撒手吗 岂有此理 嗯 发人马 干嘛 打孙策 旁边的毛事一听 慢点 这您可不对 怎么 孙策不过就是个娃娃嘛 您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 他这是做的不气人嘛 是挺气人 但是又一样 有人给他出主意 他想不到 这个主意 这个办法 那吕范不是跟了去了吗 你别提他了 所以我这次要兵发孙策 我把他拿着 温粹 我把那个绿饭 不用不用 我看呐 咱不能啊 这样舍尽求远 是 呃 袁树一听 舍尽求远这话怎么讲 您打孙策干什么 先把他放在那 随时可以灭了他 就凭您的威望 您的势力 您的兵马 孙策哪样也比不上您 但有一样 他毕竟离他远点 眼前 徐州这放着 吕布和刘备 您不打 您怎么能去 把他呢 先把这俩灭了 徐州咱先得过来 然后呢 再发孙策也不迟 嗯 袁树点了点头 这主意不错 可是 他 他这吕布他不听我招呼 哎呀 嗯 叔公这就是您的不对 怎么 当初您不是答应给人好些东西吗 又是金珠 又是马皮 啊 就就就就 一样也没给你 所以这吕布这个人哪 他见不着东西 他不会行动的 这您怎么忘这个了 难道 我就用他去罚刘备 就给他这么些东西吗 哎呀 民工您好好想想 您给他多少东西 如果吕布要是归降的您 或者他灭了刘备之后 咱再把吕布灭了 那东西不是还是您的吗 对呀 我怎么把这事绕住了 可是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呃 再去许众也不吃 妙计 哎 好 那我给他剥粮草十万户 对 粮草剥十万户 我先给他金珠 一万吧 那不是答应给十万 那太多了 不行 给给他一部分 这个以后再慢慢给 还不行吗 我写封书信向他道个歉 你看怎么样 您还得给他些马皮 你好好给给 正像你说的那样 咱把这些东西啊 暂且存在这个区中 啊 谁去办这事 韩印站起来了 您 您看我能完成这任务吗 可以啊 那好 你好好说 吕布这个人可反复无常 你要加他小心 叔公放心 我非常了解其人 不要在那啰嗦 我明白 你还要加他这些灵草啊 珠宝啊 就奔徐州来 来求见吕布 吕布一听 嗯 干嘛 给我送东西来 真是奇怪啊 这么 袁树这人什么毛病啊 当初许诺我那么多的东西 最后什么也没给我 哦 他想空手套白狼 我没上他的当 现在送来了 不要了 把人打不走 遵命 西派刚一转车回来 打不走 呃 好 有请 把韩印给请进来 正在这时陈宫打外边进来 哎 将军 我听说袁树给咱们送粮草来 哎哎哎公太你来得正好 你说这事怎么办 这东西我说呀 咱不要 嗯 将军诧异 要要 嘿嘿 吕布勒 怎么还真没想到 我能跟陈宫想一块去 你看看 这玩意自己啊 我觉得比原来聪明多了 嗯 要对吧 要完之后呢 他有什么条件咱们就答应 反正东西咱们先留下了 完了咱们再研究 好啊 把韩印请进来了 执酒款待 哦韩印挺客气 把这元树的书信递过来 我家主公说了 这个当初我对不起将军 就是这东西发慢了一点 不是想不给 那不是出而反而 请将军不要多想海 哎呀我能想八个吗 书工那么大的摊子 那么多的人马 那么行事情 我理解理解 你回去回复书工 就说我呀非常感谢 这东西我收下了 他书信我还没看呢 我看信怎么写的 我一定照书行事就是了 好 韩印真没敢耽搁 吃完了 连夜告辞他走了 员布把书信打开 跟陈公一看 啊 画里画外明白了 还是让自己呀 灭了刘备 公太你看 这怎么回事 嗯 陈公微微一笑 将军 此乃是个个击破之计也 哎 在我看来 不过这是雕虫小计 哎 我们可以啊 不上他这个仗 该收什么东西 收什么东西 但是咱不听他使唤 不听他招呼 这不就得了吗 咱们下不齐开 怎么走啊 哎 陈公一听咱们走什么呀 看袁术吧 他肯定 就要兵发小配了 陈公在画 画音还没落呢 探马代报 袁术 派纪灵为大将 捅兵万 兵发小配 刘备那他好紧张啊 这刚踏实踏实 哎 刘备这回小配啊 黎民百姓都高兴 怎么 这个刘备 对老百姓特好 哎 那可真是爱您如此啊 您别看刘备这书念的不多 这个基本道理他特别清楚 他为什么对老百姓好 要想成罢也得天下 必须得爱护百姓 因为呢 民是国之本 本故则帮您嘛 本故则帮行 哎 老百姓团结一心 维护着你 你什么事都干得成 你们把老百姓得罪咯 要让他伤了心 您什么事也甭想干了 所以说刘备懂得这个道理 哎 小配的这些个百姓 特别拥戴刘夕德 这刚踏实踏实 季灵来了 哎呦 这可怎么办呢 刘备紧张了 怎么 甭打了 人家五万人马就从这一过 就把我这小飞给踏平了 我有什么人哪 兵不过三千 将不过关张 剩下就是这几位谋士了 那那那能顶什么用啊 抵挡不了啊 既领兵马一到就像洪水一样啊 完了 刘备又掉眼泪了 那哭什么呀 哭的是城中百姓 我没给百姓谋什么福啊 百姓要因为我遭毒贪了 这可怎么办 您说这老百姓一听这个消息 这谁受得了 大家呀 派出代表来见这个刘备 向他表态干嘛 我们不论男女老少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上城 死守城市保护玄德公 咱把小飞得保住 哎呀刘备更感动啊 刘备心想就这样也不行啊 那怎么办呢 张飞没害怕 怎么来就打嘛 兵来将党水来吐屯呢 大哥您这么呼呼啼啼 这仗怎么打呀 您就给我一手人绑 不用多五百人就行了 我抵挡机灵 那大战几百和 你救治的大战几百和 那能行吗 那您说该怎么办 我现在应该写封书信给徐州 求吕布啊 增援咱们 哎 张飞这些气 求谁也别求他呀 就凭咱们哥们去扬个他 哎 你晓得什么呀 刘备写了封信 信写得很婉转 词写得挺简单 但是明了 什么意思 就是我这个小沛呀 要丢了 现在元素派纪灵为将 这兵不管来打我小沛 您可要知道 这小沛可是徐州一亿呀 一亿呀 就是徐州的一个翅膀 他要把我这翅膀摘了 对徐州也不利 哎 请您哪 这个 定毒 你不一看这信 哎 果然啊 啊 元素真是 稳住了我 要取小沛 哎 他把成功给请了 公太 你说对 一句 话虽然不多 就这一句话 说这是 是个个击破之计 一点都没错 现在元素兵发小沛 我们该当怎么办 我不知道将军怎么想的 我想好了 我带领人马 出兵 出兵和出兵 我到那会儿啊 把大营这么一炸 我去看个热闹 我看他们两下怎么打 陈公瞅了瞅吕布点了点头 心说 这招也够高的 坐山观虎斗 可是将军 光这么观虎斗可不行 那当然 公太 我已经有了主张 你放心吧 当时起兵 纪灵刚到这个小沛 哗什么小沛 可纪灵真高兴 怎么 把战表打进城去 明日一早就要攻城 我一举拿下小沛 我出兵之前 我在出兵之前 已经和袁树立了军令状了 给他立军令状 什么意思 三日之内取回刘备的手机 你等着吧 这算什么呀 小沛不过弹丸之地 刘备要兵没兵 要将没将 看我的 正在这儿 让他得意呢 什么 探马来报 吕布来了 吕布这一来呀 其实他离这小沛四十里 扎住了营寨 就这一下寨 就把刘备和季灵 全吓了一大跳 两边都把人打回来了 干嘛呀 探寻消息呀 不您干嘛来了 啊 吕爷您得给我们个底下 怎么 这无端您把兵马发来 您要干什么呀 吕布我很客气 没别的意思 哎 对两边都是一个说法 我是特地前来注意 请放心 我绝不啊 帮一方打一方 哎 我是在这儿啊 观阵 你零越想越别扭 怎么 你不在徐州好 待着上这儿 观什么阵呢 刘备呀 纳闷啊 怎么 我那信他接着没接着 您是来住我来了 您是来看热闹来了 您这这可怎么办呢 兵马也扎住了 陈公呢 就问吕布 将军 咱人马也到了 您打算怎么办呢 怎么 可以肯定 把两方都给下得够呛 将军你这一出动 非同小可呀 但有一样 那么 你真在这儿看热闹吗 不是 你不摇摇头 龚太 我想为两家姐为 那么刘备呢 我不能得罪 不管怎么说 正像你说的那样 这小配呢 这是咱们的一意 咱不能把自己的翅膀折了 我先让他在这儿看着 但是这个人呢 也挺谦虚 当初呢 他把小配让给我剥粮 现在呢 我给他剥粮 除他那三地 伊拉巴拉 叽叽喳喳的 剩下别的还没什么 我觉得刘备这人还可救 我就不伤他了 那边呢 袁叔 刚给我送这么些东西 看来他给我可能三分之一 是五分之一 后面呢 还有很多 那么我不能呢 断了自己的财道 哎 粮食这不越多越好吗 所以两边都不得罪呢 我想好了一个计策 想如此这般 哎呀 成功一下 这个计很妙啊 行 那您就下请柬吧 好 旅部 两份请柬发出去 一份给季陵 是一份给刘备 请双方 到我大营中来 双方都接着请柬了 都挺高兴 第一个老早八早 刘备就来了 带着郭宇和张飞 和见吕布 不知道怎么客气好了 吕布让他落座 先喝杯茶 待会儿再喝酒 就在这时 有人来报 说季陵将军到 什么什么 刘备站起来了 怎么 我们是两下对垒 怎么还有他呀 他刚想着 把你一枪站立 这么一挑 季陵在玩儿 大踏步进来 本想见礼不识个礼 他这么一看刘备 愣住了